我们从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看起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 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做见证 这保罗说得很严肃啊 因为有人怀疑他使徒的身份 他有的时候会讲很重的这个誓言啊 我讲的是真的没有说谎 其实他讲的都是真的都不会说谎 这只是他要讲的话太叫人吃惊了 所以他要这样讲一下 第一个是真话 第二个不是谎言 第三个是良心 第四个是圣灵感动 那么第五个是这以上东西来为他做见证 他说他愿意自己不得救 而把救恩给以色列人 就是他要表达出他对犹太人 对以色列人的迫切的关怀 所以就讲了这很多 在这件事上 他觉得人不太容易相信他 他就特别讲的重一点 那么什么事呢 第二节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保罗如果我们看菲利比书知道 他很喜乐的 他也吩咐大家要喜乐 但是他有的时候想到一件事 他会大有忧愁 时常伤痛 所有的情绪都是神所造的 喜怒哀乐 盼望饥渴等等都是神所造的 所以都是好的 都有他的正面的作用 但是因为最近入世界 所以所有的情绪也都有被污染 被玷污的地方 那有人会觉得说 情绪要克制 当然也有人说情绪就让他发出来好了 我们在这里只是要说 希望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忧愁 我们的喜乐 都是出自信心 出自圣灵 对我们的带领 所以属灵的忧愁 这在哥林多后说 第七章又讲 有属士的忧愁 也有属灵的忧愁 那么也可以说 有属灵的喜乐 也有属士的喜乐 或属肉体的喜乐 那保罗的忧愁 一定是属灵的 伤痛也是属灵的 因为想到一件事 就是第三节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我很伤痛 伤痛到 我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当然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永生 是主给我们的 我们想要把他让出去 都让不出去 他的意思就是表示 他真是很关心犹太人 很爱犹太人 或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 就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上帝的儿子呢 用在耶稣身上 当然他是独生子 他是独特的上帝的儿子 但是也用在 以色列人身上 神跟他们立约 神爱他们 在和西亚书就说 我从埃及招出 我的儿子来 在这里就是说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今天一样的 我们基督徒 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有儿子的名分 以色列人也有 儿子的名分 这儿子的名分 是指着什么 照加勒太书来讲的话 儿子是将来 要继承产业的 这个很重要 我们将来也要继承产业 继承产业通常都是 父亲死了 儿女继承 上帝不会死 但我们会继承 就是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 重生得救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就开始学习 将来管理上帝产业的工作 那么儿子的名分 除了只会继承产业以外 还有就是 父子嘛 怜心 是相爱的 父子是相向的 彼得后书第一章 有讲到说 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 我们应该有天赋的性情 我们应该得天赋的喜悦 我们应当喜悦天赋 我们应当 预备好 承受 上帝要我们管理的产业 那么有的时候 圣经翻基业 尤其以父所书 那么荣耀诸约 那么有这个名分 还有其他神跟他们关系 就带来很大的荣耀 诸约就是神跟以色列利的约 约就是我要做的事 我要尽的义务 我要享受的权利 你要做的事 你要尽的义务 你要享受的权利 房东跟房客有约 丈夫跟妻子有约 学校跟学生老师有约 约就是两兆之间的一种 人际关系的规定 这个在神学里也很重要 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跟摩西立约 跟百姓立约 跟大卫立约 让他们有一个紧密的关系 律法 我们讲过律法 就是上帝的旨意 上帝要我们遵行的事 上帝禁止我们行的事 那么律法其实可以说是 约里面的一部分 约里面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也可以是福音了 这看是什么约 还有礼仪 就诸班的 包括立位纪里规定的一些 节期日子 吃的穿的 这些礼仪 这些规定 那也有应许 应许 律法也都在约里面 应许有的时候就等于福音了 在加勒太说也是这样用的 就是神白白的把 祝福的应许赐给 他所喜悦的人 这些都给了以色列人 神跟他们立约了 第五节 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 列祖通常是指着 创世纪里这几位 以色列的老祖宗 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主要就是这三位 你看到列祖 Fathers 就指他们 列祖是 圣经上的伟大的圣人 是他们的祖宗 那也是很荣耀的 然后 保罗讲 论到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是 大卫的侯义 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在大人中被立为神的儿子 按肉体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基督的血肉 是犹太人 各位 讲到耶稣是完全的神 耶稣的神性 大概大家都相当肯定 不肯定 当然就不是基督 可另外一方面呢 讲到耶稣的人性 很多人是不愿意承认 耶稣的人性是受造的 跟我们一样 除了没有罪以外 耶稣是完全的神 但是 耶稣也是完全的人 他有肉体的 不是幻影 他有肉体 他有人性 他没有罪 也就是他有不知道的事情 有人说他不会生病 他会生病的 他甚至会死 他也死了 只是他的确不是因为 自己的罪死 他是为我们的罪死 那么他说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本来他在讲 以色列人多么荣耀 然后想到了基督 这个荣耀的上帝的儿子 肉身从他们出来的 他就马上想到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可称颂的神 他也说一个阿门 他太感动 这么了不起的一个种族 怎么现在 好像是在救恩之外呢 他回答这个问题 保罗说 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是因为是亚伯拉罕生的 就都算是亚伯拉罕的 哪有这种事 嘿嘿嘿 你犹太人不大记得圣经上讲的话吗 这是创世纪二十一章 亚伯拉罕初期初子 很残酷的那一幕 那么那个时候 亚伯拉罕舍不得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把以史玛利赶出去 因为以色列生的才算你的后裔 好以色列的抗议就嘴被堵住了 因为的确亚伯拉罕生的 不是都在圣约之内 那么 只有以色列生的才算 那这神有什么特别神学的意思呢 就是肉身所生的儿女 不是神的儿女 保罗在这里讲的跟约翰福音很像 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灵生的就是灵 各位弟兄姐妹和木道的朋友 你要做神的儿女 你非被他生不可 你要是神的儿女 你必须被圣灵生 这就叫重生的意思 我们怎么被圣灵生呢 被圣灵生 就是信靠主 这几个各位要把它连在一起 肉身生的儿女 就我们这时候又回到阴性称义了 就是凡是人的肉身 遵循着律法去做的 凡是人可以能够做的 都不算是神的工作 神一定要叫人知道 完全依靠上帝 那才是上帝的工作 就完全信靠 那我们不太可能完全信靠 那只有一个情形之下 要完全信靠 就自己已经死了 自己没办法 什么都不能做 亚伯拉罕 神要他的妻子 生以撒的时候 就是这种状况 他的身体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意也已经断绝 就科学 就生理的法则 他是不能生的 在这个时候 神的话出来了 明年这个时候 撒拉会生一个儿子 你信就生了 这个我们在第四章讲过 希伯来书也讲过 这个信心 亚伯拉罕的信心 亚伯拉罕信心 让他离开他的家 让他献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的信心 让撒拉能够怀孕 好 犹太人 你们血统上是犹太人 不重要啊 这个在菲律比书也讲过 血统上来讲 我是变阳敏之派的 这不重要 在神面前没有用 肉生生的 一点都不能在神面前夸口 神要他自己做的 他的话 他的圣灵 造成的事 那才是有永恒的价值 当你自己不能生 唯一能靠就是说 我说明年这个时候 撒拉会怀你 你信不信 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 他们不是凭着他们肉生 凭着上帝的应许生 才算他的儿女 还有一个例子 保罗说 利百家既从一个人 就是我们的祖宗 以撒怀了孕 亚伯拉罕和撒拉 能生的时候 神不让他们生 要他们知道 完全依靠神了以后 那么神的作为 才显出来了 那利百家跟以撒 结婚了 利百家怀孕了 怀着是双胞胎 这双胞胎就都是他的儿子吧 但是保罗也提醒犹太人 没有 神就在创世纪就服下这一笔 要让人知道 即使是同样的父亲母亲生的 甚至是双胞胎 两个生下来 一个是上帝的而已 一个不是上帝的 各位你知道 这是多么奇怪的事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不是因为哪一个将来会怎么样 哪个将来比较漂亮 哪个将来比较好 上帝看得比较顺眼 不是 各位你一定要记得 因性称义和预定论 要杜绝我们一切 可以夸口的地方 我们不能夸口 我们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事在神的拣选 神的预定 神的安排之中 你没有可以夸口的 我先举一个例子 就是双胞胎 而且是他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 我知道我们华人的牧师讲到 我想西人也差不多吧 讲到跟这有关的 我听太多了 哎呀 这个双胞胎啊 神拣选了雅各 神弃绝了以少 因为雅各虽然狡猾 但以少实在是缺点太多了 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好 就是道德主义 我们没有办法忍受说 上帝弃绝你 跟你好不好 没有关系 各位请你把这句话放在心里 不是你好 上帝拣选你 不是你好 跑步跑在人的前面 上帝拣选你 不是你选美 比别人漂亮 上帝拣选你 不是你道德成就 通通不是 他讲得太清楚了 还没有做出善恶的时候 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招人的做 神要人知道一件事 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行为 通通达不到上帝标准 他要怎样就怎样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你觉得霸道吗 我觉得一点不霸道 我觉得人做这样的事 有这样的态度是霸道的 但是万有的主宰 不这样做才不配了 我们的上帝 当然他要怎样就怎样 而他要的一定都是对的 然后 因为利百家在怀孕的时候 很痛苦 两个孩子在他肚子里打 打得他不想活了 就问上帝 上帝说 你肚子里有两个孩子 要成为两个国度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 那么 然后就讲了这一句话 也是千古明年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少是我所欲的 各位我再提醒一下 不是雅各可爱 所以神拣选他 不是以少可恶 所以神讨厌他 这里要表达的字句 是太清楚了 但是那个观念 我们太难接受了 太霸道了 所以保罗就知道 你会怎么想 十四节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保罗说 当然没有不公平 那么 那 保罗提出一点证据来吧 请你讲一下 神为什么没有不公平 保罗 保罗引的是 神对摩西讲的话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保罗后来自己再加了一句话 我要叫谁刚应就叫谁刚应 不但神的拣选 跟我们人的行为没有关系 甚至人的行为 后来惹上帝的怒气 或讨上帝的喜悦 都是神做的事 我要怎样就怎样 据此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定义就是 我立志要讨主的喜悦 我努力讨主的喜悦 奔跑 没有用 只有神灵命 好 各位 我需要补一下 就是 我们人的奔跑 我们人的定义 我们人的努力 通通没有用 都是靠着上帝 可是你千万不要有个结论 就是 那我们就懒得 坐在那里像一段 待木头一样 什么都不做 我听到很多人总是这样讲 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 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你一定觉得 神把你预定成一块 呆木头呢 你为什么不说 神预定我 非常积极努力的 上进的 因为这是神喜悦的事 所以推测 神这样预定我是很对的 那么 不在乎奔跑 不在乎定义的 还是一样 再说 我们人的任何好处 算不得什么 就是 在乎神决定要怎样就怎样 又讲了 经上有话 像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那我们看 插机记 我们记得 就是 神对摩西讲 我要让法老兴益 让他不信我 让他伤害我的百姓 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神说 要让我的名声大噪 怎么讲 如果摩西 亚伦去跟法老讲说 耶和华说 让我的百姓走啊 你们爱情 虐待以色列 虐待这么久的时间了 现在要让我们自由了 你们不要再这样伤天害理 那法老如果良心发现 哎呀 我们真是太对不起了 你们就走吧 给你们自由 就非常和平平顺的 以色列人就离开了这块地方 没有什么报道 那人家也不会知道 耶和华的名字 法老每拒绝一次 心意一次 神就降一个灾 耶和华的名声就再大一点 耶和华从那边吹来蝗虫 耶和华叫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 如果法老不心意 你就没有这些神迹奇事 没有这些神迹奇事 耶和华的大名就传不开 所以法老 我要你心意 让我的名传开 各位这听起来 我们又是很不舒服 但是神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都是告诉我们 任何的事 我们觉得好的坏的 神都是在那里 完全的主导 说了这些 请各位生气的弟兄姐妹 冷静一下再听 就是我都讲 神预定一切 但是我们人不知道 神预定什么 因为神的预定 神永恒的计划 我们人看不到的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的旨意是这样 一定有他的道理 可是我们不知道了 神的预定是隐秘的事 这是生命节 29章29节 隐秘的事 属于耶和华 我有明显的事 永远属于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 隐秘的事 就是神的预定 我们不知道 不要说 这个人神预定 他得救不得救 你根本不知道 明天会怎么样 但是神 明显的事 是告诉我们的 明显的事 就是上帝的律法 和福音 你要好好的 遵行上帝的律法 你要好好的相信 上帝的福音 也就是你要积极努力 我们预定好一切 和我们看到一切事情 都是开放的 包括自然 可能会下雨 可能不下雨 包括人性 可能会宽大 可能不宽大 会不会改变等等 那我们都有太多 不定的因素 所以从人来看来 每件事都可能改变 那是因为 我们人的眼光很小 只能看这么多 永恒的眼光 我们看不到 我们只能相信 有这样的事 好我就解释这些了 保罗在那里讲到说 真以色列人 是神拣选 然后他把话题 就集中在拣选 和弃绝的事上 这是神的旨意 然后他知道 讲这样的话 大家会听得不舒服 这样你必对我说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 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 讲简单一点就是 你的旨意预定我刚硬 然后你又罚我 而且给我永地狱的火 我又抗拒不了你 保罗说神一定不会错 你错了 但是保罗的确没有解释 神为什么这样做 是合理的 你这个人 你是谁 竟敢向神降罪 受造之物 岂能对造他的说 你为什么这样造呢 摇将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 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 卑贱的器皿吗 万物都是神的仆义 蟑螂蚊子 魔鬼 撒旦 天使 教会 都是神的仆义 但是神的仆义 一种是 遭愤怒的器皿 英文叫 less of wrath 一种是 神喜悦的器皿 我希望我们都是 神喜悦的器皿 他要把这团泥巴 做成贵重的 把那团泥巴 做成卑贱 他完全可以 主权在神 各位 这里讲的是 我们是泥巴 我们是泥土 我们没有任何的能力 摇将要怎么弄 我们就怎么弄我们 是吧 可是在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 人若自洁脱离 卑贱的事 注意人若自洁 你自己 洁身自好 从人这边来看 一切是开放的 你愿意上进 你愿意努力 神就恩待你 从人这边来看 你在神的前面 你上进 神就祝福你 你不上进 神就不喜悦你 是你来决定 但从神那边 你的一切 都是上帝决定的 这里保罗就说 你要自解 脱离悲贱的事 这就可以做一个贵重心 这两个我们都要记得 都不冲突的 只是我们看不到 神预定那一面 但是我们非常肯定 他这样做就对了 而我们自己的经历 跟这个一点都不冲突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 彰显他的全能 就多多忍耐宽容 那可怒 欲被遭毁灭的器皿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东西 成为上帝毁灭的器皿 最可怕的是人 人成为上帝毁灭的器皿 那毁灭的器皿 旧约最有名的是亚述 亚述是我愤怒的杖 我用亚述来击打不听话的子民 但是亚述他的军队国王 也会被我击打 他要将他丰盛的荣耀 彰显在那蒙怜悯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真是跪下来赞美主 我们就是那蒙怜悯 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 这器皿就是我们 我们是被神招的 是有效的呼召 Effectual Calling 神借着诗歌 借着讲道 借着圣经的文字 呼唤我们 我们听到了 很多人听不到 弟兄姐妹你听到了 你要感谢主啊 神赐给你一个可听的耳朵 这是神做的事 保罗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神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人 有什么不可以的 就像神在和西亚书上说 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 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是蒙爱的 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 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就在那里 称他们做永生神的儿子 本来不是我子民 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 本来不是蒙爱的 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 但是因为 以色列人拒绝了福音 我们接受了 我们也称为 永生神的儿子 这等人不是从肉身生的 是从圣灵生的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 喊着说 以色列人虽然多罗海撒 得救的 不过是剩下的 鱼树 remnant 历经沧桑 始终在神的保守中 即使失败跌倒 也会再起来的 希望就是你我 都在这个鱼树当中 因为主要在世上 施行他的话 叫他的话都成全 术术完结 术术吗 我们还等得很辛苦 就继续等吧 忍耐等候 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 若不是万君之主 给我们存留于所 我们早已像 所多马俄摩拉的样子 以色列人教会都一样 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 而且神很多的怜悯 我们早就已经像 所多马俄摩拉 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 反得了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 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 求之 凭着行为求 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 这回到了因信称义 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 意思是外邦人在世上 没有神 没有对上帝的义的追求 对上帝律法的要求 不是很清楚 是律法的功用是刻在他们心里 但是不如那个成文法那么清楚 他们对神的认识也没有那么多 他们根本没有好好追求 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上帝 上帝大概就临到了外邦人 外邦人知道自己不好 他就只能像那个迦南的妇人一样 当主对他说不好 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的时候 他说是是是我是狗 但我吃一点睡渣也可以啊 或者说像那个罗马的百夫长 哎呀夫子 你到我家里我不敢当 我知道你有权柄 你不必到我家了 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 主主说哇 这个外邦人有这样大的信心 我在以色列家都没有看过的 以色列人 还有所有亚当夏娃德后裔 都有两个共同的毛病 一个是犯罪 另外一个就是想要 靠着自己不犯罪 忘记了上帝的恩典 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到 就是贱命常常会挑起我们的自主 我们不能在神面前自主 或者说我们的自主必须建立在绝对顺服上帝之下 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在追求 不凭着信心 凭着行为 凭着行为求 他们就跌在那绊脚石上 这绊脚石的意思就是跌倒 跌倒的意思就是犯罪 或者是失败 他们的失败 他们的失败就在一块石头上面 如今上所记 我在西安放一块半角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羞愧 耶稣是那块石头 耶稣是仿脚的头块石 耶稣是那块最重要的 最宝贵的 最不可缺少的那块石头 但是耶稣也是一块 叫很多人跌倒的石头 各位你知道圣经里面 我们跌倒 我们失败 我们不信主 常常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主 不是因为魔鬼哦 因为主哦 你说你在讲什么 我在讲 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他对门徒说 今夜你们都要因我跌倒了 各位我们不信耶稣的原因 有的时候看到坏的牧师 看到坏的教会 看到坏的掌执等等 这有的 但是恐怕 我们不信耶稣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祷告 他也不听 我们祈求 他也不回答 我们这么可怜 他也不同情 这个世界这么多罪恶 他也不做事 我们常常 因为耶稣跌倒 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这是耶稣的一个探系 各位你不要因为 主耶稣跌倒 但是耶稣 的确是容易练倒人的 他如果天天都像人 喜欢的那种弥赛亚 有能力 鹦鹉 打倒罗马人 带领军队 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 大家都会来信他 但是那么信他 对于我们自己的罪恶有多大 得对上帝有多少 我们该受惩罚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他是在 不英明 不威武的情形下 很可怜的被钉死 却成全了救恩 这个磐石 对我们文庚人的人来讲 是让我们建立一个 稳固的建筑物 风吹 雨淋 水涨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我们建在磐石上面 我们信靠他 不信主的人 没有被拣选人 他们跌倒了 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跌倒 但是不是像彼得说的 众人都跌倒 我不会跌倒 不我们谦卑 我们求主扶持我们 好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这永恒的真理 帮助我们以后 生活中常常思想到你的道理 你的话语 求主怜悯恩待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